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你好星期六亲自探班杨子 成一句播完才排上档期 待遇差明显 竞争激烈的暑期档即将落幕 电影领域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品 朱一龙 妮妮主演的消失的她与张艺兴 金晨主演的孤注一致 票房双双突破30亿 创下历史新高 反观电视剧领域的状况就不乐观了 即便每个平台都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 但真正大爆的却寥寥无几 戏数下来 这个暑期档先后上线了 玉谷瑶安乐传莲花楼长相思 以及七十吉祥五部大型古装剧 但称得上爆剧的却仅有莲花楼和长相思 前者口碑优越 拿下8.1的超高评分 而后者热度 口碑齐飞 在对加超多的情况下也斩获了豆瓣评分7.6的好成绩 同位暑期爆款剧莲花楼和长相思主演的待遇 却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诚意 曾瞬息等人登上你好星期六做宣传 等到剧播完才排上档期 反观杨子 邓为张婉一行人上你好星期六宣传 不仅联练前期 一期赶在长相思播出前上线 另一期则赶在大结局前上线 两次都赶上了黄金宣传期 8月24日 一则名为你好星期六探班杨子的词条被推上热搜 瞬间吸引了大批网友围观 要知道你好星期六收视持续飙升 已然代替了快乐大本营的位置 成为王牌综艺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暑期上线的大剧基本都排队 加盟节目做宣传 你好星期六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但就是这样一档芒果台王牌综艺 却不远万里亲自探班杨子 孩子费请全剧组的人喝奶茶 对杨子的重视程度可见一般 更为关键的是 这次节目组披露的照片杨子甚至都没有出镜 反而是你好星期六上 赶着将自己探班杨子的消息放了出来 现殷勤跪舔的意思很明显 不得不说你好星期六节目组还是很现实的 杨子本身国民度就高 他加盟的两期节目收视都非常火爆 再加上长相思的长尾效应 杨子基本坐稳了90花TOP的宝座 这次探班抛出橄榄枝以后想要邀请杨子也容易些 可谓是一举数得没有亏本的可能 反观诚意的莲花楼剧组 宣发作的实在是太拉垮了 电视剧播了一半才想起来录制你好星期六 白白错过了最佳宣传期 使得莲花楼距离大爆始终差口气 也难怪节目组不重视他们了 说白了 杨子的长相思之所以能成为现象及暴剧 除了全原演技在线备受认可外 这部剧从编剧导演后期剪辑到宣发都是一流的 而诚意的莲花楼则输在宣传上 无论他演得再好 这部剧带给他的家成就那么多 体感还没有沉香如泻影响力大 最后 不管是在现实生活 还是在复杂的娱乐圈 咖位就决定了别人对你的态度 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探南 就是这么现实 你们对此怎么看 虽然烬情 热虽 不得买 愿者 你与下